后退慢怎么练习 我说后退这个练习啊 从启动到步伐到步频 到撤退方法 错综复杂 如果你想简单的提高的话 我建议你先练分解步伐 把它先分解开 你不要想一口吃个胖的 你比如说咱们先把 什么叫分解步伐 包括这个分解步伐的原型是什么 比如这个东西像在家就可以练 你们看啊 比如说我想撤一个头顶步伐 咱们研究一下啊 它会有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有一个开合启动 你不可能是直接这样 你怎么也要踩 你怎么也要分下腿 你还有可能是这样的 难道你不用换宽吗 对吧 你怎么往那边灯 现在直接往后躺 对吧 不舒服 那我甚至还要 我还要换一下宽 那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先分开了 第一个 有开合 右脚有个内扣 接着马来步这个蹬转 假如我要转体的话 我先设计到一个转宽动作 再快点 还要设计到一个什么 转跳动作 就这种动作 好 左脚还有可能有一个什么 垫步 对不对 后场有一个什么 跳灰 好了 我把它全都这么讲开了 咱们设计到哪个项目 从第一个开始 对吧 开合跳 对吧 准备 第一屏 对吧 先找这个 先找这个步子的准确度 你开这么大 你就不用玩了 什么叫慢 低的是 慢的是干什么 让你找准确度 你开成这样 你觉得你能启动吗 不行 对吧 第一屏我们踩好 比肩 从一个 与肩几乎同宽 开到一个比肩微宽 但是没有插开腿的状态 那这个开合做的就很好了 接下来我调配重心 就可以启动了 好了 这是第一个 对吧 我从低频转高频 好 这样去 怎么这么累啊 这个原来好像没有这么累啊 得累 咱们可以把低频设置成十秒钟 高频设置成十秒钟 自己数着 这第一个项目出来了 第二个项目 我不说了吗 它还得有一个转宽 对吧 来回是一道转宽的步子 那也是我第一步 它不灵活 它俩脚来回一卡 那咱们就要涉及到一个 前后转宽的一个步子了 你就记着 右脚向前 左脚向前 右脚向后 左脚向后 好来 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 好 会了 就加快 好 这一个 又一个了吧 转宽跳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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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一个了吧 谢谢 这是生病刚好 好了 咱们蹬转 还有一个转宽动作的是吗 咱们就设计到一个提膝外转宽的动作 提膝外转 提膝外转 好 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教练里都见过 加快 好 这个动作做起来看着挺滑解 但是羽毛球必练的分解步伐 又一个了吧 好了 设计到垫步 那就建议大家跳左脚 右脚 单脚的三脚跳 什么意思叫三脚跳啊 跳三脚 这 这 看 跳成一个三脚形 哎 好 然后 跳个个数 频率快点就行了 OK了 你把现在这启动这一套分解步伐 你先拿回去练好 你要是后场不快 你来找我 好不好 哎 哎 哈哈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